刘正池涉炸贷两亿 约谈赵腾熊赤子作证 检调侦办苗栗县县长刘正宏包地刘正池 涉嫌窃占阳明山国有地 另外查出刘正池向远雄人寿贷款共约三亿元 其中两亿涉嫌未赵财报 用七七行管做抵押 涉及诈欺弊端 检调卓以证人身份 约谈远雄集团董事长赵腾熊赤子 远雄人寿总经理赵信青等13人 昨晚训后均被请回 检调查出刘正池在2004到2012年之间 曾以台北苗栗等处土地 陆续向远雄人寿借贷共达三亿 至今有五千多万未还 虽然不排除远雄人寿是炸带受害人 但也怀疑远雄集团能够在苗栗厚龙 顺利发展国际医疗园区 恐怕与赵腾熊和刘正池家族关系肥浅有关 本周将约谈赵腾熊说明 远雄集团卓表示 远雄人寿依法核贷没有缺失 目前也没有损失 未来若抵押资产叠价 将依法求偿 东新闻综合报导